侠客文章1点,人之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2点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 3点,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 4点,你永远要欢恕众生。 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5点,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 当你痛苦时,你要想这痛苦,也不是永恒。 6点,今日的执着,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 7点,你可以拥有爱,但不要执着,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8点,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 9点,你时磨时候放下。 10点,你时磨时候就没有烦恼。 10点,每一种创伤,都是一种成熟。 11点,狂妄的人有救。 自卑的人没有救。 认识自己。 认识自己。 相扶自己。 改变自己。 才能改变别人。 12点,你不要,一直不满人家。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 不满人家。 是苦了你自己。 13点,一个人,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。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 14点,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。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 15点,毁灭人,只要一句话。 陪着一个人,却要千句话。 请你多口下留情。 16点,根本,不必回头去看,咒骂你的人是谁。 如果有一条,疯狗咬你一口。 难道你也要他,下去反咬他一口吗? 17点,永远,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。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 18点,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。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。 别人就容易接受。 19点,同样的瓶子。 你为什麽要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。 你为什麽要充满着烦恼呢? 20点得不到的东西。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。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。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。 当有一天, 你深入了解后, 你会发现员。